2月14号旅居台湾各地的印尼公民参与了印尼总统及立委的选举 其中一共有23万307位投票权 根据19号的计票结果显示 2号总统候选人在台湾的计票当中暂时领先 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台湾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谭云福的报道 印尼选举特别是总统的直选 今年已经进入到第五届了 在台湾本身拥有30几万的印尼朋友在台湾 也同样的类似在印尼 投了台湾最神圣的一票在2月14号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透过邮寄的方式 来投他们的最欣赏的候选人 也包括了证票 我们看一下在台湾共有54个投票处 那总共的这个票有23307票 但是这个正式的这个数量呢 有65,096票 那不成立的票呢 有1050票 总共有66,146或者是28%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是比想比来2019年的话呢 有稍微降低了一些 那我们看一下总统的部分 那第一个的这个候选人也就是 阿密斯格姆海明的部分呢 得到了3880票 那第二个的这个候选人也就是 就是帕博沃跟周可威的这个儿子 Gibra得到了51706票 或者是79.4% 那第三位的就是 甘扎尔跟Mahut的各大大 得到了9510票 或者是14.6票 那这个是总统跟副总统的这个结果 那在台湾本身呢 我们看一下有关于就是立委的部分 那立委的部分呢 当然第一大党呢 也就是Gibra或者是大印尼运动党 获得了15528票 第二大党也就是PDIP 印尼印度尼西亚斗争派民主党 之前是第一党 那现在呢 必须要接受在台湾变成是第二大党 获得了9881票 那第三个的大党呢 在台湾本身呢 是国民使命党 或者是BAN PADAY AMANAK NATIONAL 获得了9674票 第四大党呢 BAN PADAY SOLIDAS INDONESIA 或者是PSI 印度尼西亚团结一致 9,434票 那第五个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号码 PKB或者是BAN PADAY AMANAK NATIONAL 民主觉醒党 获得了3,312票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 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票数 是否可以跟印尼的票数 相比 那我们还在等待 最终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我台英夫来自于台北 台湾报道 Jelajahi Cara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 Carabaru